由刘伟强指导的新戏《星梦其言》 7月31日在澳门美高梅金店举行记者会 主角刘德华、舒奇、何韵诗与张寒宇均有出席 他们在艳舞女郎带领下入场 舒奇佩戴名贵钻石出现,闪爆全场 华仔戏中与舒奇饰演情侣,更是钻石王老五 舒奇表示,有钱人他认识不少,而又是帅哥又有钱就很难 而华仔在戏中是百分之一千好男人,很难不爱他 然后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跟华仔一起合作过 然后这次可以再跟他拍就非常的开心 然后还有可以跟刘伟强再次的合作 我觉得基本上那个默契很多都不需要再去培养 就觉得这是一个很轻松很快乐的一部电影 那对于刘德华的感觉是如何 他实在是一个很棒很棒的男演员 那刘德华呢,你又觉得舒奇是怎么样的一个演员 其实真的,好久没有在电影里面谈恋爱了 这非常开心就是跟舒奇谈恋爱 在这个戏拍的过程之中真的会有一点谈恋爱的感觉 因为每一天都看到他,然后看到他如果心情不好的话又不敢跟他说话 然后拍戏的时候如果过程就是他如果太辛苦或者是有一点压力的时候 我就会跑到他旁边怎么样怎么样 我还好就是他没有觉得我烦 何御师与张寒宇在戏中饰演另一对情侣 对于从来没有演过男女感情戏的硬汉张寒宇来讲 这是首次尝试爱情的滋味 不过他可是付出了血的代价 刚开始拍摄的时候我抱着他满楼道跑还摔了一根呢 摔了我这上嘴唇整个摔破了 后来我经过锻炼以后 没问题 是整体的反教 everyone 19 interval 20